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Shop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进入静态类和静态成员的环节 今天我们要讲的知识点 首先是静态成员 那么首先大家来看一下什么是静态成员 当一个字段 一个方法 一个属性 或者构造函数 或者是事件被标记为static的时候 那么它将变成一个静态成员 而不再是普通成员 那么标识为静态成员以后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静态成员将被类的所有实力共享 所有的实力都将访问同一内存位置 那么这就好像这个静态的成员 将成为所有实力的一种公共设施 或者公共财产 他们是大家所共有的 而且也只有一份 像是在同一内存位置当中 这就像比如说一个小区当中 是吧 那么有一个共同大门 那么我们之前的重类 是吧 那所有的宠物共享一个商店 大家都是这个商店所出售的宠物 那么静态自断被所有实力所共享 我们在图当中会看得更加清楚 那么静态成员和实力成员是分开保存的 他们虽然都属于同一个类 但是他们是同一个世界的两类人 是分开存储的 那么这个静态成员呢 他被所有实力所共享 单独存储在一个内存空间当中 存储在堆当中 那么假如我们一个Dog的类 它有Dog1和Dog2两个实力 那么它当中的比如说Nover这个静态自断 两个虽然都有Nover静态自断 都可以访问Nover这个静态自断 但是这个静态自断其实是同一个静态自断 是类当中所定义的同一个自断 在同一个内存位置 这是它的本质 那么静态成员如何被访问呢 它对于实力的普通成员来说 那么是截然不同的 普通实力成员我们必须通过对象 必须拗出一个对象来访问 但是静态成员呢 我们直接可以通过类名访问 是吧 非常的高级 那么仅仅和整个类有关 我们不再和单独的对象挂钩 所以那么和整个类有关 我们就用类名来访问 只有类的名字代表整个类 比如说dog而不是某一个dog dog1是吧 dog2不是这样的 是整个dog 那么通过整个的类名 直接访问静态成员 和实力不再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静态成员的生存周期呢 也和普通成员是不一样的 独立于任何实力啊 没有实力也可以 那么访问静态成员 那生命力非常强啊 没有实力 有些类呢 干脆就没有任何的普通成员 全部都是静态成员 那么我们就直接可以访问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方法 是吧 比如说数学方法 或者其他方法 那么都采用这种方式 把它集合在一个类当中 因为它不需要实力 所以就干脆不定义任何实力 也不定义任何的这个普通成员 直接全部都是静态成员 那么其初实化语句 在任何静态成员 使用之前调用 也就是说静态成员 在使用之前就会将它初实化好 这是由哪个系统 把我们编译器把我们搞定的 我们不用去考虑 好 那么我们来讲一个具体的静态成员 静态成员可以有很多种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举的例子是字段 我们再来看一下静态函数成员 那么静态函数也独立于任何实力 没有问题 因为它也是一种静态成员 没有实力也可以调用 同样的没有实力也可以调用 静态函数不能访问实力成员 仅能访问其他静态成员 但是实力成员反过来可以访问静态成员 但是静态成员是不能访问实力成员的 因为静态成员 静态比如说静态函数 它独立于任何实力 可能我这个时候没有创建任何实力 所以你通过静态函数 直接访问实力当中的普通成员 就是说依赖于实力的这些普通成员 那是不可以的 因为它可能还没有存在 也可能我压根就不会创建 对吧 不会把它拗出来 所以干脆静态函数压根就不能访问实力成员 仅能访问其他静态成员 而这些静态成员在访问之前就已经被出实化好了 那么我们在这看我们之前的例子 是个Dog的例子 是吧 Dog这个类 那么我们可以定义一个静态的方法 这个方法前面标示了static 说明它是一个静态方法 那么这个静态方法做什么事情呢 把我们之前的那个举例的那个number 那个字段打印出来 显示数量等于多少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内容 叫做静态构造函数 那么静态构造函数 专门为初实化 静态成员而创造 这个语言机制 为静态成员而生 那么在引用任何静态成员之前 和创建任何实力之前 尤其是在引用任何静态成员之前 那么就会调用这个静态的构造函数 静态构造函数用来干嘛呢 用来构造对象 是吧 用来初实化对象的成员 但是它比较特殊用来初实化对象的静态成员 与类同名 使用static 它也要标记为static 这其实静态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也是个方法 只不过这个方法比较特殊 它是构造函数 是吧 是用来初实化对象的 那么加上static 它就是静态构造函数 无参数和普通的 普通的构造函数是可以重载的 是吧 可以加参数 也可以不加参数 就是默认构造函数 而且无访问修师傅 这个是它的一些特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dog的类 是吧 我们有一个static dog 同名 无参 是不是 然后只能访问静态成员 把它的静态字段 Nob 注视化为0 这就是静态构造函数 好 那么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之前我们有一个宠物的类 现在宠物下面派生了dog类 是吧 这个dog类上面是宠物类 有些名字啊 什么的 基本的啊 大家如果不记得了 可以复习一下前面的课程 好 那么这个dog类 好 我们想给它定义一个静态的字段 好 比如说静态字段 有static 开头 int number 好 这是一个静态的字段 那么这个静态字段呢 我们希望定义一个静态构造函数 对它进行初始化 static 没有访问前面不能加public 是吧 它没有这种访问的修饰服 dog 与类同名 并且没有参数 并且只能访问静态成员 因为它是静态构造函数 静态构造函数属于静态方法 静态方法就只能访问静态成员 好 那么把它初始化为0 好 那么我们怎么使用它呢 我们每构造一条狗 每创建一个狗的对象 每这个世界上每诞生一个小狗狗 我们采用标准的写法 这种写法也可以 括号紧跟在这个函数名后面 然后我们每诞生一条狗 我们就对这个number加降 普通方法是可以访问静态成员的 但是静态方法就只能访问静态成员 它们不具有对等性 好 那么每创造一条狗 就把狗的数量加1 我们还要构造一个静态的方法 public static 是吧 static 然后这个普通方法啊 不是静态构造函数 可以加访问休止符 然后叫做 比如说这个名字吧 显示有多少条狗狗 是吧 我们叫 so write write lab 显示出有多少条狗 dog 等于狗的数量 等于什么呢 把我们的答应出来 好 那么之前我们在may函数当中 创建了若干 若干条狗 在这里创建几条狗狗 上面注意啊 有一条狗 对不对 好 运行一下 我们没有调用这个静态函数 我们就最后把狗 说出来 dog 直接调用 通过类名直接调用 是吧 show number 运行 好 现在狗的数量是1 因为我们看到 是吧 这里只创建了一条狗 好 那么我们 假如还要创建一条狗 是吧 比如说 随便 第一 等于new dog 是吧 或者我们不这样吧 我们加到上面 统一 我们加到上面 加到上面 这里 这里再创建一条狗 dog 这个叫做 cherry 是吧 这个狗叫做cherry 看看现在是不是两条狗了 诶 那么 我这个静态字段 number是用于描述什么呢 描述狗的数量 既然它是描述狗的数量 那么凡是狗 它都可以统计 对不对 只要你是狗 那我就可以加加 对不对 或者加一 是吧 所以说它是一个公共财产 相当于公共所有狗的一个技术器 所以说用心态字段是合适的 好 那么还有一个可以留作大家思考 那么我这里是狗的家 家 那么当我销毁这个狗的对象的时候 我怎么去捡捡 对吧 狗 比如说这条狗 那个意外走失了 是不是 跑出我们的宠物商店了 或者出售了 那么宠物商店中 现有的狗的数量就会减少 那么我们怎么样让它数量减少 对吧 作为一个作业交给大家 好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